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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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谢脱经难得闻 别谢脱经难得闻 经于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持义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请放场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放开课本讲义 课本讲义 第113页 第113页 第6行 我们上次讲到 词饭篇里面的 第二章 第二项 约三性来四项 里面分成三部分来加以讨论 第一部分是约着我们的善心 善心 在辞戒的时候 有时候 犯得过失 比较轻微一点 因为无知的关系 所谓的善心犯戒的意识 虽然没有很粗恶 但是是无知 结业比较轻一点 结罪比较轻一点 第二部分 第二支呢 是讲到不善心 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三毒的贪嗔痴 就是引起我们去犯戒 这是最主要 我们应该要防的 那第三支部分是无忌心 就是属于 既不是善心 既不是善心 也不是恶心 有点浑浑噩噩 不小心 因为没有正念提起 提起正念 这样子的状况 产生的犯戒 产生的犯戒 当然也是比较轻 但是也是要结罪的 情理来讲 虽然无忌心呢 虽然无忌心呢 不是善恶 但是 我们等一下会分为 两种无忌的心 就是泛耳无忌 或是喝醉酒 狂乱的状况下 这样子无忌心 这个呢 我们一般来讲是 好像不应该结罪嘛 但是还是有轻的罪 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那上个礼拜就讲过了 在知识记有解释过了 譬如说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讲到小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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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状况就是 我们透过安排 我们自动的使业的象状成就 也就是我们有自己 兴起方便的造作 那还是有罪的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了 因为我们安置了杀具 比如说挖个坑 要来捕捉野兽 是不是 捕捉这个 这个 这个 猎人呢 要 要来 要来 抓野兽 虽然他没有用 这个 刀枪 但是他是挖坑 这样子的状况 让他 让他 野兽 掉到坑里面 乃至于人不小心掉进去了 或者是这个 打仗的时候 有看过那个古代的战争片 有没有 应该都有经验 他们就在 那些 敌人要攻城的时候呢 事先在城墙外面 土里面挖坑 是不是 甚至躲在里面 然后呢 这个坑里面呢 这个铺上一些 一些土啦 叶子啦 你在攻城的时候 冲锋的时候 敌人冲锋的时候 你看不到 远远看看不到 净燦 除了有无人机器发现 才有可能 是不是 古代没有无人机 那你就冲的话 就是 45度角 乃至这个 20度以下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不到前面有坑 就跳进去了 是不是 像这种就是安置杀具的状况 那 虽然说 我们 这个猎人把这个坑挖好了 可是你后来跑去 野兽没有来嘛 你就做别的事了 你忘记 甚至睡觉 或是喝酒 忘记这件事 对不对 那 那 这样子呢 有假借方便 还是会 产生这个果报的 因为 对方死了以后 你还 不管你忘记不忘记 懂事有一个 类似夜道罪的现象 是不是 就是 将来一定会得到 因为 果报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 还是有可能 有造罪的 是这样判定的 我们再来看到 刑事超 这个业 是不可计别的一种业 那 那 未来为什么会 召感果报呢 那回答 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就是 我们出言感报者 就是 第一种 我们事先 有方便的造作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挖坑 是不是 然后 后来 我们忘记了 对不对 耶稣虽然没有进来 你跑去别的地方 进到无忌心的状况 乃至于睡觉 或是发癫狂了 这样子 这个业 因为沉寂 沉在这个 无忌心的当中 就是杀生的业 在 睡觉 或是 癫狂 状况下的 无忌心 这样子 当中 来成就 所以叫做 所以叫做 无忌感报 所以 顾言感报 这样懂吗 是因为我们还是有前方便的造作 还是有这个因果的报应 还是有这个因果的报应 那无忌 那无忌 那无忌应呢 应该是无忌的果报 可是呢 是因为我们强调一点 就是有前方便的造作 所以还是要算 这个就是约 后面会讲到 昏迷无忌 无忌 无忌还是会感报的 二者 第二种呢 无忌呢 叫做 泛尔无忌 泛尔无忌 前面应该有提过 这个泛尔 三点水 一个凡人的凡 泛尔而造 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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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無忌是不會招感腫抱 指的是地獄的意思 地獄的腫抱 但是非不負負得正 兩個否定 就是還是有別抱 有個別其他的惡鬼畜生來受暴 這樣子的狀況還是有的 這叫做別獸 這叫做非不別獸 這樣聽得懂嗎 並不是沒有別的受暴的方式 譬如說記載上 這個後面會講到唐朝的一本經典 一直找不到它的出處 有這樣子的敘述 說經中有一個 陶陀比丘 他不絕殺生 就是說在無忌心的狀況下 不小心殺生了 那他生命結束以後 我們就直接小吻 時間不夠 彼生命過 找到沒 然後舵也諸中 下輩子就跺到野豬當中 然後呢 他變成畜生了 是不是 雖然沒有到地獄 但是把他畜生去了 然後呢 山上有人呢 就拿石頭 不小心 不是故意的 可能在蓋房子啊 然後就沒有做好啊 一個顛簸 石頭都掉下來了 是不是 這個顛簸這個很危險啊 你看那個火車有沒有 那個花蓮那個火車 泰魯格號那個是不是 很恐怖啊 一下一下來 你來不及通知撞上去了啊 整個車子都外氣流發了 這個很大的社會事件 是不是 這個常有的事情啊 所以要這個小心啊 工程上古代呢 還沒有那種公安的概念 比較容易發生 那以為在山區裡面沒有什麼人 就掉下來了 是不是 你沒有壓到人 也會壓到野獸 這時候呢 又壓到前世是比丘 現在當野豬的 的比丘 所以叫還殺比丘 這樣懂啊 就因為石頭崩塌下來 就還殺了比丘 我們不小心殺了 別人 別人也會不小心殺了我們 有這樣子的果報 這就是無忌心的狀況下 叫泛耳無忌 那這個泛耳無忌 這是第一種 那這無忌心呢 總共我們就給它兩個分裂 一個叫做泛耳無忌 跟這個睡眠無忌 或叫做昏迷無忌 睡眠癲狂這樣子的昏迷的造的惡業 也是有罪過的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強調 因為有前方便 雖然我們當時的狀況是在無忌的狀況 但是有前方便 還是要受報的 那如沉潤中 找到沒 找到沒 如今中之後 這個 隔壁行 這個野豬 然後石頭掉下來 歡殺彼羞 如成論中 有沒有 找到 成就是成石論 這當中呢 就講這個睡眠無忌的狀況 它睡眠所成就的業性 是一種無忌的業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睡覺的時候 不要亂意睡眠 睡前還是要稍微意念 明天早上要記得起床 明天不是禮拜六 你要注意一下 對不對 不要睡得太深 那出家人的話 天天都是 天天都要注意 所以不可以亂意睡眠 不只出家人 在家人在在界時間 或是在禪妻佛妻 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個禪堂佛堂都有法術會教你們 說睡眠的時候要注意 要意念著明相會出來 天亮的時候 是什麼狀況要記得那個樣子 然後呢 或者是說不斷的念佛 佛妻的時候 就說默念佛是不是 默念到睡著 雖然躺著念佛是不禮貌 但是默念沒關係的 默念還是有意念 是沒有過失的 不要念出來就好 這樣子就不會有惡夢 而且也不會 這個 這個 潛意識裡面 或是阿樂意識裡面 就不會 受煩惱的這個干擾 不好意思 可能這個 剛剃頭 沒關係沒關係 不然就戴一些帽子好了 現在錄影不太好看 這個 直播的 或是看錄影的 這個 法師居士多包 好像這個 這個就是沒有練身體弱的關係 年輕的時候可以不要戴帽子 像這個出家人 我看那個大陸的法師 那不是老的 那個法師 年輕的 那個 前幾年去他們參加他們的那個研討會 當然我沒有發表 跟著一個室友去參加的 室友有發表 他呢 說在外面要舉行儀式 雖然有太陽 但是有 很冷 剛好是這個冬天 這個比丘尼呢 他們就 就把這個 這個圍巾呢 就蓋在頭上 他們那個功夫很好 那個南宗法師 就是拿那個圍巾 不是蓋帽子 不是蓋頭 是圍著這個 這個 頸部 圍得很緊 但是頭還是要露出來 大光頭還是要露出來 跟這個比丘尼有分別 這個 大家這個包含一下 好像也是有一種概念 是不是 古代的話 好像 那個天主教 是不是 天主教的女 出家人叫什麼 修女 對 神父的話 他們就不戴帽子 有時候是戴的很薄的 那修女的話 他們不是戴帽子 他們要蒙頭 就好像有點像是 古代這個男女不平等 女人不能夠被人家看到 甚至要蓋頭 就是有那個意味在 所以門頭是這個 女人的代表 可能有一些思想在裡面 這樣子傳承下來 所以呢 這個一般男 好像男傳的也是一樣 他們可以蓋那個 不是男傳 在越南 越南的那個 他們的生智還沒有破壞 他們 這個 非常的這個 比台灣還沒有這個 男女的這種 他怕說這個有 這個男女重不好分別 因為有的女人 看起來很像 他長得很壯是不是 或是男人的臉是不是 男人婆有沒有 你沒有蓋頭看不出來 以為是這個男重法師 結果說 這個男人跟男人 男重法師 結果打個招呼 有時候碰一下 有時候碰一下是不是 怕說有時候會不好 男女重不能互相摸觸 看不出來怎麼處理 所以他們 越南的 這個 女重的泥絲 他們都要有一個 帶一個 那個像 帶一個布 然後那個布 還有一條 一個綁的 綁的帶子 然後呢 比丘尼是露出來 那 沙咪沙咪尼要 再包在裡面 會看得出來 階級很明顯 一看就知道 你是不是比丘尼 還是沙咪尼 男重女重分得很清楚 所以 這樣也比較好一點 這不是我們男女不平等 的一種性別歧視 對於這種方便 對於這種方便 大家多包 不然的話我們就 這個 要戴一個比較 比較香一點 這個薄一點的這個帽子 我看不然就 戴個口罩好了 我看不然就 怕就有那個太冷了 會流鼻水 雖然是 檢驗沒有那個 COVID-19 可是呢 還是要注意 還有很多細菌是不是 隔絕一下 請大家包含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個 無忌液有兩種 一種是 前面講過的這個 泛耳無忌 那我們後面再來講到一些 睡眠無忌的 睡眠無忌的 昏迷無忌的狀態 知識記呢 繼續在解釋 說到 初問中 就是第一個問答裡面的問當中 這個問呢 就是在真問 來解釋上面 這個 三角形的這個 事超 行事超的文 然後 問答的回答當中 先曰方便是 這是一個科判 就是說 我們先有 前方便的造作 然後跑去睡覺 這樣子的原因 的解釋 這就是一個科判 是畫一條線 有沒有 畫一條線 兩條線就是科判的字 極上 就是上面睡眠癲狂的無忌 最初呢 是說明 因為 有這個前方便的造作 所以會招感果報 那而下 然而下面 不是然而 而時無忌 非忌國也 這一句話呢 是在說明 業 它是任運 而正式成就 那無忌心的話呢 它不是果報的因 因為業 不是無忌心可以造的 是任運成就的 只要我們有前方便的造作 雖然沒有連續 但是它的勢力 還是存在 有一天 它會成就的 這就是一種 昏迷無忌的感報 第二種 聽得到嗎 戴個口罩有點不太清楚 可以 第二個 曰 總別 兩報 是 第二個科判呢 就是把總報跟別報 兩種的差別的果報 加以解釋 怎麼解釋呢 此意 這個總報別報 兩報呢 是約著一禮的 它所約著一禮呢 是通於前面兩種無忌 也就是我們講過這兩種 泛而無忌 乃至於是昏迷無忌 這兩種都有總報跟別報 總報當然就是所謂的 墮到地獄裡面去 受的苦比較痛苦 那別報就是到別的去 別的 別的三惡道去 別的兩道 別的 其餘的去 就是 其餘的屈國 就是惡鬼跟畜生 這樣子的個別來受 如下引證 如下呢 就引經來證明 說呢 以究無忌中來殺生 經裡面這樣講 說明是前證 這樣一個證明 說明這個重放無忌 放重無忌 這樣子一種泛而無忌呢 的一個狀況 那後證就講的是 昏迷無忌 就是我們睡眠 或是癲狂的時候 遭感夜報的情況 還有那個睡狂 就是兩種呢 一個睡眠 一個癲狂 這樣知道嗎 這兩種都屬於是昏迷 昏迷的無忌 可是呢 這個靈之律師也 查了半天 不曉得幾天 不曉得幾天 就不知道是哪一部經 所寫的 到宋朝仍然找不到 他就是很 很負責的把它解釋一過 解釋一遍 所以他不但寫的科判 而且把他的來龍去脈 這個經典有沒有出處在哪裡 還要去查證 這樣子呢 這樣子呢 才能夠 來寫這個 誓經 才能夠詮釋 才是一種負責的態度 古代的全世家都是這樣子 不只古代啦 現在我們要寫書 也要寫什麼 他的出處是不是 要查清楚 比如說我是誰講的 他那個人他是看了哪一本經的 那到底他有沒有看到 或是有沒有寫錯 是不是 也要去查證 這是做論文的一種負責態度 他也是找不到 所以他就老實交代了這件事 那再來不覺是無忌心 就是不覺是指著無忌心當中 不小心殺生的情況 還是會有古報的 再來看到刑事超的下一句 他在問 宣主在提出第二個問答 說到 如前無忌 就是如同前面這個犯而無忌呢 有不犯的情況 那其向如何呢 那第一行下面有講到 這個什麼 唯除恒懷懷懷懷懷懷 此非心始不敢果報 在前面 在113頁的第一行 在前面 在113頁的第一行有沒有找到 在前面 在113頁的第一行有沒有找到 到處理 道屬的第二個巨竹 道屬第二個巨竹 找到沒 唯除恒懷懷懷懷 這一段 他就提出這 雖然講這句話 他不敢來國 他是屬於這個開源的狀況 然而开源的不犯的相貌又怎么样呢 在回答当中就讲到了 未学知相者 知界相 所谓的我们虽然学习了界相 了知的界相 叫学知 这样听得懂吗 那善于善达就是善于了达 慈界犯界的相貌 然后内心里面呢 就常常的恒常的战战兢兢 战兢兢力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就叫做敬 利 敬征的敬 就是战战兢兢的意思 敬征的兢不是这个敬吗 是另外一个利 利字头 两个利 这个是十字头的课 但是也念经 战战兢兢 叫经历 不是经历什么不好的过程 是战兢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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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兢 偶爾呢,雖然這麼努力啊,但是偶爾也會生起忘物迷惑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啊,我們畢竟是凡夫嘛,是不是? 不小心這個二六時鐘沒有正念提起的時候 就去攀緣 由非易緣,就是說 由於不是內心 故意去攀緣 不是故意的 有時候會打妄想 這樣子去做的話 就是開緣不犯 有開緣的 下面再舉出個例子,譬如說我們沒有學 例如說有一些有學戒,是不是 很小心,平常都很小心 可是呢 失手殺人,聽過吧 扶持 木頭或是 木障 或是石頭 不小心這個掉下去了 重力加速度 就 就很快,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在 這個 陽台上在這個交花,對不對 這個不小心一個什麼東西 從陽台上掉下去了 剛好有人通過,是不是 就扎到了,就是 我現在這個樓很高,是不是 以前三樓,三層樓都很高 現在都是 十幾層 乃至二十幾層 好像規定 超過 二十層的話 玻璃不能夠 好像有一個規定 建築法 你這個不能夠 放那個東西 還有就是你這個陽台前面的地方 一樓的地方 不能有人經過 就是說你這個 要 要非常小心就對了 不然會掉下去 剛好有人走過去 就扎到了,是不是 或者說那個 工地的話更是如此 工地的話 除了要戴帽子以外 你要小心,是不是 加什麼沙網 還有什麼 百貨公司 是不是 雖然是電扶梯 或是樓梯 一個安全網,有沒有 不小心 人會摔下去,是不是 也有可能 這個安全的 不小心 也不會 產生災難 才算是安全 現在的安全概念 是這樣子 不小心也會 也不會 出差錯 這才叫安全 因為人有這個 呆的時候,是不是 人都有 發呆的時候 發呆的時候 比如說 可能沒睡好 然後呢 就 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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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然後呢 就 就不小心 就會 掉東西啊 或是怎麼樣 人都有 這種狀況 所以 所以這樣子呢 不算 這種 失手 掉下去 東西掉下去 打到人 萬一打死了 這也不算犯戒 如是等元 像這樣子 等等的 因緣呢 都不是 解放的一個 季限 也就是說 開源的意思 這樣懂嗎 相反的 跟上面 相反的 狀況 我們 我們所懷有的心情 那 就是 正犯 假如不是像上面那種情形 那就有 就要結這個 正式的犯戒 也不是說你沒事啦 就是你平常就很隨便 很放逸 這就是講到那個 所謂的放縱 的一個無忌 然後呢 所以我們出家人有時候 走路的時候 就早上起來就要 提醒自己 這個有 那個沙咪綠語裡面就有 就有這個練習 要念一個 這個重招引誕子之末 一切眾生自回復 若一逐下 上身形 願辱即時生淨土 就要這樣子念 這個 這種發願 起來的話就要注意一下 然後念這個 那個 念個咒 是不是 有時候那個 有的地方 比較偏 鄉野 早上 這個常常有時候 蛇都會跑來跑去 是不是 假如蓋了好的房子是 比較高一點 只有一樓才會走 蛇會通過 對不對 二樓以上是一般是不會有蛇 但是不一定 有的那個像那個法國山那個 佛教園的時候那個地方 那個 還是有 夏天還是有蛇 不曉得 跑到樓梯裡面去了 還是上樓梯 從地下室到二樓 因為那個 一樓是 他們是三坡地 一樓的話 當然是 當然這個 比較靠近 但是二樓的後半段 也有靠三坡 對不對 有點失去 然後他也有通道 那也會從那個通道進來 不一定是窗戶的通道 所以呢 這個蛇到處都有 所以呢 都要小心 不要去踩到蛇了 踩到蛇他當然是生氣 對不對 我才問他把他打到你把他打死了 我們是故意的對不對 你不小心還會被他咬是不是 毒蛇就慘了 所以我們常常都要注意 就是呢我們 盡量避免不要去 踩到眾生 乃至於踩到螞蟻 這是最常見的 所以我們常常都要看到 路上有沒有螞蟻經過啊 甚至有的 有的法師呢 他就比較 首先發現他眼睛比較 比較清楚一點 比較年輕啦 沒有近視眼 他就看到地上有螞蟻 一大堆螞蟻在那邊走 趕快拿那個什麼 木頭啊 樹枝啊 做個記號 來提醒後面的人走過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早晚各上店的時候 那個 有時候趕著上店就沒有注意是不是 他就放個記號 看到有個樹枝 可能有螞蟻 有人提醒我們 要注意 如果踩到螞蟻 他們的 一堆螞蟻在那邊 前前後後在那邊走路 走動是不是 這個就要小心 常常要注意 就結成 假如是我們 沒有那樣子提起正念 那就不小心就會犯戒 殺生 時間是不是到了 休息 幾分鐘 請翻開 課本講義 課本講義 第113頁 第113頁 倒數 第2行 倒數 第2行 第2個巨動 第2個巨動 接著我們看到 知詞記 李英知律師的解釋 次問中 就是其次提問當中 爭前開望 就是爭問前面 在犯而無忌當中 有開源 人呢 勿忘 或是 萬物 這種開源不犯的條件 是什麼呢 回答當中 出敘 首先 敘述 有學界 學之界 學之界向的人 才開源 那相反的 就是反善所懷 就是 下位 非學人 他沒有好好的學界 然後就懈怨 然後就懈怠放逸 那 翻對 上面有 犯戒 因為他放逸 懈怠 沒有 把界持在 深口意上面 所以就 沒有好好的 學界的意思 那 翻對 相對於上面 狀況 有犯戒的話 就可以 容易了解 這種情況 那 縱使他不小心 犯戒的情形 其實 照道理 也是 開源不犯的 這個 聽得懂嗎 我們等一下 下面的 小字 翻到下一頁 這個 洪一大師 小字上 也有在把這一段解釋 因為這一段有時候不小心看錯了 以為 好像也 有點矛盾 沒有矛盾 他的意思就是說 總 簡單地說 總 縱使 我們凡夫 因為沒有好好學界 當然 宣主的意思是說 學 學界 然後不小心犯了 那可以開源 那不好好學界就不開源 這好像太嚴格了 怎麼去界定 所以洪一大師就把 再把 林治律師 這一段後面再補充說明說 就算沒有好好學界 也是開源的啦 這樣懂嗎 因為總是凡夫嘛 是不是 所以沒有那麼的 這麼的嚴格啦 這是 洪一大師對於 林治律師的解釋 我們看洪一大師怎麼解釋 依上超文之意 依照上面 形式超的文的意思是 只有學習的人 才可以 才可以開源迷惘 然後不犯戒 那如果呢 不學 的人呢 隨便便的 悠悠萬泛泛的人呢 對境界有迷惘 他也是不小心 實在來講他也是不小心 殺生的 就要結 殺生的 正罪 這是 刑事超的意思 但是 知詞記 就有一點 在講的比較 不要那麼嚴格 不要發分那麼清楚 畢竟都是凡夫嘛 所以在這個 林治律師的 知詞記 第27卷 當中就有廣泛的說明 說不學 無知 講了很多 其 序 這裏呢 這裏呢 所敘述 結犯的本意呢 文 其中的文呢 跟這裏是大致 大略相同的 洪公就把他的意思 把他列出來 這裏是大致 但後 不過呢 後面怎麼比例開圓 這個開圓的句法呢 當中呢 就是說 就算不學 悠悠煩煩的情形 也 也有一種可以 開許 迷惘的 不小心也是開圓的 所以 知詞記有這個問答的 來解釋 這些疑惑的文字 洪一大師再把他 附錄在下面 來支助我們參考 林氏律師就回答說什麼 前雲 找到沒 字很小 稍微注意看一下 前面說的 隨界就是 隨著每一條界的 競想句當中 我們以前應該都有 上過這些 五界八觀災等等 是不是 講過這個競想的問題 唯開就是唯獨 開許學人 開許 有想學界的人 的一種 開圓 這種內心的想法 叫做競想句 境界的想法 有聽過嗎 那現在 這個人隨隨便便 雖然他沒有 好好的學界 怎麼又開圓不犯呢 回答當中 前文 續結 前面的文字 它的敘述 結範呢 只是姑且地 約著 大略的判斷 叫大判 大略的判斷來講 我們學人要小心 謹慎 就開圓 但是 其實這個文字也不會妨礙 不學的人 照道理 準照比例 來相同 來 相同 來說 也是有開圓的狀況 這樣懂嗎 通通開啦 如果你說不學無學 沒學 這個其實也很難推斷 這邏輯上也是說得通了 什麼叫不學 我們又不是他 肚子裡的 的回蟲 這個比喻不太好了 我們又不是他本人對不對 我們怎麼知道他怎麼想的 是不是 我們又沒有神通 又沒有他心通 怎麼去判斷是不是 很難說 所以乾脆就比例 通通開啦 就是 林智律師的看法 就是大略來看 認真的人 好學生 開圓 壞學生就不開圓 這有點太過分了 有點類似這個意思 好學生 這樣子就沒關係 記警告 壞學生 就記大過 這個太過分了 這個會被家長告的 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呢 若以義求 在義理上我們去推求 有學跟無學對事情的迷惑 是不別就是沒有差別 若取文證 若採取綠文當中的證明 來說在戒書裡面 講了很多 這裡就不反覆地把它 引出來 因為講了很多叫做顯然 很清楚的交代的意思 這樣懂嗎 很詳細的說明 借書 未來 還會詳細的來 講解的意思 最後 這個 第三項 這個三性變犯 就是 就講過去 善心 善心不善心 無忌心 的一種 泛界的相狀 那最後一句就是 就是 不是最後一句 就是 第三項 更正一下 第三項呢 就是 結識商探 什麼意思呢 就是結束的時候 再來顯示 這種感傷哀嘆的文字 我們看到 行詩招怎麼講 然則 然而我們 凡夫 眾生 因為 夜苦 就是 照夜而 受苦 啊 那綿延 累積 或是積極 很久的 很厚的這個夜 所以在很多生 都會 有苦的果報 是沒有窮盡 累劫以來 多久啊 不知道 很久很久以前 是不是 幾億年前都有可能 是不是 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轉轉不息嘛 虛重身口 我們會 這樣輪回受苦 是因為我們 虛妄地 放縱我們的身 放縱我們的嘴巴 在 五一六成裡面 的境界上 來犯 殺到淫妄 在 污染 污染 污染的染灼 在六成的境界上面 以聖教量來看呢 我們沒有修善 超生的這個三善根 三善 三善就是三善根 什麼叫三善根 知道吧 無稱 無貪 無吃 十善業裡面的 後面 三部分 在 大地 或是這個 五位白髮裡面 那個 新鎖 新鎖那邊 善新鎖那邊 無貪 無稱無吃 這個三善根呢 因為沒有 三善根的善音 可以去 依平他 然後我們的習性的關係 唯獨一直在增加 在造作 三惡道的一個 夜音 所以會有苦輪 就是受苦的輪轉 的一個勢力 會越來越沉重 以此今生 就這樣的經歷了我們的一生 實在是令人 叹息呀 這就是 商嘆 的一個語句 我們看看靈智律師怎麼解釋 一樣做了一些科判 出二句 最初兩句的科判是 只是 生死 長久的意思 我們 在六道輪迴 生死很長久 那 夜跟苦呢 就是 融通的會 取出 夜音跟苦 綿就是綿延的意思 那就是 然後什麼 投出 投目 出目就是 投出投目 這樣子的一個語句 那生死裡面 一宿子跑到山上道 喘口氣 然後又 沉默到 沉淪到三個道去受苦 好像在海上這樣子 浮上來 吸一口氣 然後海浪又來 就把我們蓋下去 又沉到 海裡面去了 就沒有氣了 是不是 你要趕快 又上來 是不是 又上來就慘了 投出 投目 這樣子的比喻 很長遠的時間 積就是剛剛講過的積極 積蓄 集合 會不會寫 這就是說我們累積造業 還有受了很多 眾多的苦果 非常的多 那生報 就是特別指出六道的 這個苦果 就是生報 生死的業報 這樣解釋可以解釋 那莫穹講過了 就是不能窮盡 虛下 這個剛剛也講過了 就是虛重身口 在 結 接探 就是在探襲 我們這樣子輪迴 然後因為 我們 毀犯了 戒法 而陷入 墮入 三個道中間 再輪迴 叫做 陷墮 要聽得懂嗎 隨望 隨著虛望 的一種分別心 興造 興起造作 我們的惡業 所以說是一種 虛望放縱 沒有 沒有 三善 剛剛講過了 三善根 是不是 所以大多都會造作三惡道的一個業因 每輪迴一次呢 就增加了三惡道的苦因 所以叫加三惡道 所以叫做加三惡道 無善果 沒有善的果報 負就是平的意思 負就是平的意思 負帶的負 附近的負 就是平一的意思 一平 會不會寫 聖明 那個姓 姓名的那個姓 那個三點的縫 有沒有 下面一個心 那個平會寫吧 一平 呃 呃 家就是增加的意思 呃 以此 經 呃 這樣子呢 呃 呃 今生就是經過一生 就這樣子度過一世 喜就是叹喜的意思 呃 這個講得太白話 有時候反而 講得太仔細有點饒口 就是今生兩個字 就是度世的意思 這樣聽得懂嗎 今生 就經過一生 其實應該也不用解釋了 就度過一世嘛 就度世 度日如年那個度嘛 是吧 度過一世 再過來我們看到 林之律師 林在知識記又解釋的一大段 說到呢 且福 這個發育詞 這個發育詞 心靜 心緣靜發 就是內心攀緣的靜界 會引發造惡業 這個靜發 心緣靜 到底發 引發造惡業 聽得懂嗎 那 那果製因成 苦 就是指 果就是苦果啦 這個苦果是來自於我們的業因 這樣子就因此成就了 所以我們會 造惡業受苦果 所以叫做造壽 這樣懂嗎 造惡業受苦果 更加的 更加的相互的來支柱 下面這個事情 沉流長劫 沉淪流轉 三界當中 經過長劫的生死 因緣 因緣際會 葉因跟葉緣 遇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 甲時百千劫 首都業不亡 因緣 會議時 果報 環之受 這個環眼鏡講過 是不是 這個 因緣 遇會的時候 就好像 形影 身形跟影子 沒有差別 未來造了惡業就會跑到地獄去受苦果 乃至於到火塑 湯煎 火塑就用火來 燒的意思 湯煎這個聽得懂嗎 熱湯來煎煮 是不是 這種苦痛是 不能忍受的 古代這個 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些歷史劇啊 蒙古人在殺那個 戰犯的時候 就把他這個 投到大鍋裡面 在大廷廣眾下 叫做什麼 什麼刑啊 一種刑罰 就是活活的把你煮死 很恐怖的 那個 就看了就很恐怖的 地獄也是 類似這樣子 地獄有時候我們也是用 從人間的一種 那個 處罰 古代的那種酷刑 來聯想 我們那種狀態 因為我們不是聖者沒有到地獄去 是不是 從地獄回來了 告訴我們 有什麼現象 你是做妄想 你還沒去 我怎麼會知道 你到底有去 是不是 不是聖人 告訴我們 我們不會相信 所以呢我們就用 人間的那種 刑罰 這種來 來想像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佛經上是不是 想像出來 不是 真的是有 聖人 去 體會到的 甚至他有那個天眼 可以讓你看到 地獄的狀態 像佛啊 讓他的表弟是不是 就南陀有沒有 去看地獄有沒有 去天堂有沒有 用他的天眼 在定中 帶他去看 是不是 那種你就會相信 一般人講 誰相信 所以只好用這個 歷史上的那種 情況來說明 真的是這樣子 那地獄有很多 很多種苦啦 還有這種寒冷的有沒有 寒冰地獄是不是 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韓國瑜那個寒冰 他當女兒那個寒冰 是雙寒冰凍的聲音 這個好像有一個 俄國的一個 文學家叫什麼 什麼托 托世代是不是 好像是不是 他好像有 寫那個什麼 那個有沒有去過歐洲啊 那個下雪天氣啊 你沒有戴手套啊 你不要去摸冰 摸那個鐵金屬啊 那個門不要去撥 我有一次呢 我說啊 可能一下子就好了 因為 剛好還在佛學院還在 整修 還沒有蓋好 電動門還沒做好 用那個 鐵網啊 那個 那個 那個建築用那個 那個 那個 重 金尾的 錦燈的那個鐵網 對不對 然後用那個 鐵鏈幫你勾起來 加一個鎖有沒有 我想說一下子就好了 去摸一下子回來 凍得 兩三天 凍得都皮都快掉下來了 很痛 下雪的時候啊 那個沒有戴手套啊 去殘雪 回來都紅紅的 一片一片的 那個 塗藥啊 包紮藥好久 都不能不能碰 那凍傷啊 才五分鐘而已 就凍成這樣子 那個托爾世代要不要凍幾分鐘 是不是 那很痛 所以 雙 這是什麼 雙寒冰凍 那真的是像乾液一樣 冬天我們 我們那個 不要說這個 下雪的天氣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啊 天氣很 寒冷的時候乾燥有沒有 會 會癢有沒有 壁起有沒有 類似這樣子 是不是 乾烈 真的是 真的是這種情況 不能忍受 不能聽聞 萬苦 沖心 這種 八寒八熱的地獄啊 萬種的這種痛苦呢 在衝擊我們的內心 好像 融化的鐵枝 積極 積極在我們的身上 這種痛苦呢 我們 翻也可以 當作父辭 反而 或是反覆 來 來思維 以往所造的惡業 惡業造下去了 雖然後悔啊 會追悔啊 要如何去 追趕去補救啊 但是 可是已經太遲了 是不是 還是會受苦 還是會受苦 就跟剛剛講過啦 就算沒有到地獄去 到三個道 也很痛苦 是不是 當成野豬 是不是 後悔也來 就很 後悔 太遲了 隱 雖然 邱雲的隱 這個不是邱雲的隱 邱雲的隱是蟲字邊 這隱是一個 詩字邊 這是曠且的意思 曠且呢 還有上面的這個地獄的這種總報 然後下面有別報 剛剛講過啦 是不是有個總報別報 是不是 披毛帶腳啊 就是做牛做馬的意思啊 非空潛水就是 非鳥 或是魚 水中的魚 潛水就是魚啊 這些古報 他們的 生命 生氣 這個生氣不是想起啊 生命的氣息 這種性命啊 都 系伏在 獵人跟屠夫的手上 他要把你宰就把你宰 他要殺你就殺 對不對 沒辦法決定 是不是 那畜生的血肉呢 就怎麼樣 養了要殺 是不是 加醋啊 加禽 就是 交給廚師啊 刨廚啦 刨濕廚房當中 就是一種畜生的果報 再講到惡鬼的狀況 他們的果報是 傅 就是債責 這個連接詞 再來呢 聚口 就是火聚的一種口 嘴巴會噴火啦 像這個 木蓮舊母那個故事聽過嘛 他要吃 因為嘴巴 惡鬼道就是這個果報嘛 喝出來的氣都會變成火一樣 會把食物燒掉 根本就不能吃 然後那個煙喉像蒸孔一樣 根本吐不下去 是不是 可是 所以在那個 晚課的時候 詩詩 有念那個咒 就是讓惡鬼的 嘴巴 他那個什麼 蒙山有沒有 蒙山詩詩 有念那個 一直在那邊觀想他的這個 咽喉還是這樣 食道啊 慢慢的張開 就是像 針孔一樣那麼細 東西咽不下去 積餓的感覺呢 就像切割我們的身體一樣 非常餓的意思 還有呢 這個 這個 惡鬼有個狀況叫什麼 惡鬼是不是要吃大便 是不是 有這種吃大便的鬼 也有吃 那個 土壇的那個壇水 兩種鬼 但是 這個不要說那麼髒 他就是吃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 所以我們有時候出家人上廁所 這個我們是看不到的 那個有正國人他能看到 鬼會去吃大便 你不要 你不要去嫌惡他 你不可以這樣子 看不起眾生 你要 慈悲心 去上大號 然後他在吃的時候你要小心 你要進人要敲三下 打三聲 急 為什麼 這叫什麼 彈指 那個 不要嚇到人家 不只 不要嚇到鬼 他在吃東西啊 吃他的食物啊 普通的我們上 我們古代上廁所有沒有 也是這樣子 晚上暗熟的時候也沒有電燈 也沒有點蠟燭 然後呢 你進去會嚇一跳 是不是 你到底是人來鬼啊 有時候會嚇一跳 所以 彈三聲 有人進來了 也不會嚇到人 也不會嚇到鬼 不然的話你 你沒有告訴他 正在吃 有人就 在那邊 講說 好像有個古代 不是古代 以前有個法師 我們就不要講名字 他的錄音帶裡面就講說 你 你進去 有人就反駁他說 你大便搭下去 那個大便是他吃的東西啊 那他怎麼會生氣呢 他就叫吃啊 是不是 那個法師就講說 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要吃的東西 我把你丟在你的頭上 你會生氣嗎 當然生氣啊 是不是 不是 同樣鬼也是一樣 餓鬼也是一樣 是不是 所以你要敲三敲三散開一邊 不要 他雖然他是 這個大便是他要吃的 可是 他 你把他丟在他頭上 他也不高興 是不是 不禮貌嘛 是不是 都要有慈悲心啊 所以有這個吃大便的會食 或是吃農血的 流出來農血的 或是口水啊 這個有兩種解釋 一般講農血啦 就是髒的東西啦 那口水那個 土壇也算了 食蛋 就是在吃啦 這個蛋有兩種解釋 一般我們蛋是說 當動詞就是吃啦 那另外有的 把它物質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錯字 就是人土壇的壇 叫食壇 食蛋 這個 這個不以置評 人家土壇 也有這種講法 別的經典也有寫 是寫 壇 土壇的壇 很髒 那這裡是寫 口字邊的壇 有時候會 會誤解這個意思 不同經典它敘述不一樣 它的字用的不一樣 那有時候會 以為是錯字 不是 有的經典是講出來 就是吃壇 像有一個故事是不是 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餓鬼 餓了半天 那個阿羅漢就問他說 你在這裡多久了 好久了 我只知道這個城牆 倒下來的時候 城門了 他會修理 城牆壞掉了 再把它 做起來了 這樣子 再過一凳子 又壞掉了 再重新修理 這樣七次了 結果呢 他的丈夫 也是餓鬼 去找人家的壇 沒有找到 沒有吃到 他餓了 這樣七次那麼久 一個城牆倒下來 幾百年 幾千年 當然古代的牆 像那個長城 它也常常敘敘敖敖 好的城牆 但是 不是自然損壞 也有戰爭啊 那就比較短一點 戰爭也是 做完了也是要慢慢修 也是很久啊 一天不吃就很吐 肚子很痛 餓鬼 也很 也很受不了 他這個吃壇 那個故事講吃壇 這也是講的是食誕 是吃的意思 別的經典是寫壇 這樣子呢 度過他們的一生 所以呢 信夫就是要 就是實在實在在的 我們要相信 這是實在的 這個禍跟福啊 沒有一定的門禁 我們說有時候說 禍福相依 有沒有 禍福 人有 旦夕禍福 是不是 這不能夠 你無法 把握的 什麼時候來不知道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哪有說有恆財啊 是不是 叫什麼 什麼財 偏財運有沒有 偏財運不是常常有的 是不是 有正財 偏財 甚至呢 這種 貨也是一樣 有正貨跟 臨死來的 不知道 我們無法判定 然後我們 禍福無門 所以我們要 一定要行善 不要造惡 生成呢 我們 能不能 生到天上 不要 舵到三惡道 都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叫生成有己 這樣聽得懂嗎 嗚呼 感嘆詞 我們 含靈 就是眾生的意思 含有靈性的眾生 像那個有些 是不是大蒙商還是什麼 是宴口裡面寫寒靈 這只是眾生 我們也有靈性 甚至我們叫做己靈 我們不能夠 虧待自己的靈性 自己的自性 自己的佛性 有沒有 己靈 自己的靈 有些 經書會這樣寫 寒靈 或己靈 這樣子來描述 純純 我們說純純欲動 是不是 就是像這個廁所的大便 那個 鳥搖手一關 曲 是不是 像很 就是一種純純的一種形容詞 就是蟲在蠕動 非常的多 所以像 騷亂的樣子 這些有靈性的眾生 在那邊在手來手去 比喻非常多的意思 無量 無邊 他們的生死 是沒有邊際的 所以叫做 幽幽 那方便 多門 就指我們要 方便的法門 要超出三界 有很多 比如說 天壇無路 天壇無路歪起 第一無門闖進來 是不是 天壇無 有路你不走 地壇無門闖進來 這樣意思 我們常常會這樣子 好的法門 多去開 多去學習 其誰無路 有誰能夠領悟其中一個門呢 這就講這個 寧知律師的一些感嘆 的一些修士語 詞雖 繁廢 延詞雖然很繁多 廢了很多時間 這白話解釋起來就沒有這個韻味了 文字就不優美了 繁廢 繁多 義富何窮 心意又怎麼有辦法來窮盡呢 這樣聽得懂嗎 總之就是 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 是不是 光伟也完了 就這個意思了 這就是 節式 商談 第二節 我們看到 江心望盡 便放 第二節我們來看到 江就是 統領的意思 也可以當動詞 也可以當動詞叫做降 降領 有沒有 當動詞嘛 統領 我們把心抓住了 就是統領 我們的心的意思 是不是 就叫降心 然後對望者 我們的 我們的境界 來判 辨別呢 到底有沒有犯戒 這就是一個總說啦 這個心呢 是我們的親音 靜 是我們的 緣 心靜 和和 才會 才算造作 才算犯戒 是不是 這個音源 親音跟 這個源 碰在一起 就會產生作用 就會造業 所以就是 心 跟靜 之間 對望的情形 來辨別 到底有沒有犯戒 就像我們前面講過的 什麼 七元乘犯 五元乘犯 四元乘犯 有沒有 就是 我們看我們的境界 跟我們的心 有心 無境 有境無心 都不成 心靜都成 都具足 然後看怎麼做 就有不同的 罪的大小 是不是 辨別 如母論 就是 比利母論呢 比尼會不會寫 比利母論 戒律書又叫比尼有沒有 匹尼 匹尼念匹還是匹 查一下 久沒有念 說 我忘記他 匹尼乳 比利母論 還是匹尼母論呢 就講到我們 犯戒的時候 必定要依托的境界 才算 關心 不是說自己關心 沒有長輩的關愛 關心 不是那個關心 官色到我們這一念的心 才會 成就 罪業 所以叫關心 成業 這樣懂嗎 牽涉到 我們的心念 才會真正的成就 業報 或是罪業 心有 真 真為 心裡面有 增強或是 微弱的情況 會發生 而這個境界也有 比較強烈物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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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也有這個比較強烈或是 啊 或是低烈 或是殊勝 跟下烈 叫做優勝 優劣 這樣懂嗎 啊 比較殊勝當然罪就比較重啊 啊 嗯 比如說我們說 對聖人 啊 來這個犯戒 比如說你對著佛說 喔 晚上要睡 啊 我是鬼 我要幫你捏啊 那個故事講 聽過嘛 是不是 那個 佛呢 有一次這個半夜還在跟 天人在 開示 不睡覺 那旁邊的侍者說 喔 鬼人說晚上就要睡啊 啊你還沒睡啊 佛事者 這個和尚沒睡 事者不能睡啊 古代是這樣子啊 主人沒有 有這個法律啊 是不是 古代的很嚴格的 就是兩三千年前 是不是 嗯 主人沒有睡 徒人不能睡 一樣的道理 然後他就很累啊 他就這個 去裝鬼來嚇佛 佛怎麼會被你嚇 是不是 你這個傻瓜 亂搞 所以就比較殊勝 假如 反而他不會 犯忌 是不是 你要害佛害不成 是不是 害聖人害不成 阿納律這個 那個 在下套這個旅館還是哪裡 這個 他很英俊 皇族嘛 王子的都很帥啊 很年輕的時候 就出家了 那個 這個女主人呢 說喔 這麼帥 帥哥來了 我來勾引他 要跟他做愛 舅舅 要去抱他 他就飛起來了 你不會 聖人不會被你犯戒 是不是 你就嚇到了 趕快懺悔 是不是 聖人比較 這個時候就 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不會犯戒 犯的 淫戒就比較輕 是不是 有這種情況 雖然他是很殊勝 但是有時候是比較略 但是假如是 這個 逆罪的話 是很重的 是不是 還是還是存在 然後 畜生就比較下列的境界 就比較 清 是不是 或者是 心靜俱重 心跟靜都很 都很這個 殊勝 或是 高等的話 有沒有 那 譬如說 人做人 想殺 人的境界 你把它當作人 想 有那個 敬想句有沒有 常常講 你這樣殺下去 業就很重 或者是 境界很重 但是心很輕 但是心很輕 就是境界是人 為什麼境界 我們心是清呢 我們把它看成不是人 就是非人或是鬼神 來想 這樣殺下去 這樣殺下去 罪就應該比較輕 反過來呢 就是境 清 心重 境界很清 可是我們 當成是人 的一種心 來殺他 非人 人 想罪 的情況 這樣殺下去 當然是重的 是不是 這叫做 淨清 但是心重 論通一切 論當然指的前面一直在講的比尼姆論 說到的 文字當中 優越的情形 是通指一切的界條 所以叫通一切 不侷限在一條界而已 不侷限在這一條殺界 這樣懂嗎 這一句呢 林志律師在解釋說到 講得有點 速度太慢了 我們休息一下 請翻開 課本講義 課本講義 第 一百一十五頁 第 一百一十五頁 第二行 第二行 我們看到 知識記 林志律師怎麼解釋 心境 心境的問題 他就講這個事 做幾個科判 引論通事 就是最初那一句呢 就是引出 論 就是比尼姆論 來融通的解釋 分為三小段 第一小段 的科判叫做 準文通事 準照 比尼姆論 對文 融通的來指釋 融通的指釋 通事 不是通事教育那個通事 融通的指釋 以罪 假緣成 這個罪業必定要假戒 心境 兩個因緣 才能夠成就 那 範 必脫靜 觀心成業 是這個意思 緣即心境 因緣就是 指的是心跟靜 這樣懂嗎 那靜是外緣 這很好懂 所以說是一種 依脫的外境 那 心 就是內緣 有內跟外 是不是 就是靜是外緣 心是內緣 這樣懂嗎 內緣或叫內陰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叫做 觀 關鍵的觀 這樣懂嗎 內心是一個關鍵 所以叫做 什麼 關乎 什麼什麼 這關鍵的意思 不是關心者亂 那個關心 關鍵的意思 剛剛應該沒有講錯 就是 關 關乎 我們的心 這樣懂嗎 就是一個關鍵 那靜呢 是一個外緣而已 一個住緣而已 假如我們繁複的內心 生起 不能長久 恒長的來保持的一個善心 有時候會變成惡心啊 是不是 所以會有什麼 有增強的 或是微弱的狀況 強弱不一定啊 所以 靜緣非一 就是靜 界的這個因緣不是單一 一種而已 所以我們泛界也會不一樣 狀況會不一樣 所以會有這個 比較優或比較略 的一個差別 比 比較強烈或是 比較微弱的狀態 這樣懂嗎 境界很強烈 就有時候就抵不過 是不是 像這樣情況 霍下 就是 霍是哪裡 或心靜聚重有沒有 這句呢 就是 這四句 個別來減別 我們心靜的狀況 第1句呢 就是 聚優 心靜都很重 第2句就是有 優劣 就是心 重 靜輕 或是 第3句的心 輕敬重 這兩句 互有優劣 最後一句呢 等一下 這個意理上呢 應該是可以再列出一句 叫做 心靜聚劣 他沒有寫出來了 這靈智律師的一個判定 用邏輯上來講 也有這種情況 那什麼叫心靜聚清呢 譬如說我們 非人做 觸 物 想 有沒有聽過這句 就是 非人的鬼神 我們把他當作是 畜生 或是木頭 桌子 桌子 是不是 這個霧呢 就是沒有椅背的椅子 也可以 另外一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 有主幹 沒有旁枝的樹 樹倒下來有沒有 有的比較粗對不對 枝幹都不見了 那叫做霧 那就可以當拐杖了 是不是 小樹枝的話沒辦法當拐杖只好當材燒 是不是 那你只要削一削那個主幹的地方 就是霧 粗一點的話就是可以當椅子 西一點的話 可以當拐杖 這叫霧 有兩種解釋 有兩種解釋 總之就是已經 枯 枯的一個木頭 把它當作是畜生 或是當作枯的木頭 這樣想 這樣殺下去 這就是心靜俱裂 把它當成是 這個 境界當然也是略等的 但是你也把它當作枯木 這也是略等 應該有這一句 論下 就是比尼母論 比尼母論 這個不太好唸 比尼母論 說到論通一切不舉一戒 就是說下面點出 上面 的言語 論下點上 就是 論以下 點出上面 的言語 來融通 一切的戒條 這樣聽得懂嗎 再來 事超又說到呢 銀界當中啊 自己 個別有輕或重的一個判定 我們直接小文 不念文 那畜生跟 人道呢 當中呢 人道當中又分為 在家人跟出家人 在家當中 又分成有 有辭戒的跟破戒 有辭戒的跟破戒 出家五重 也可以分為有辭戒跟破戒 乃至於聖人 乃至於聖人 他們的這個 犯的 罪业呢 有重 當然是 自教罪來講 有犯眾 都是相同的 都一樣犯眾 只是業道罪呢 會有差異 自教罪是一樣 但是業道罪有差異 所受的果報不一樣 比如說你是 殺出家人跟殺在家人 業道罪又不一樣 是不是 但是 是這樣的意思 重是 一樣重 但是果報呢 業道罪會不同 再講一次 業道罪是不同 但是自教罪是一樣的 要懂嗎 再來字字記怎麼解釋呢 二對戒 第二點呢 對於戒來講 這 這指的是 勢中戒 勢中戒聽得懂嗎 根本勢中戒 走到淫望 是個別的是約的境界來說明 有事項 第一種就是淫界 當中呢 初句 就是淫中 自有輕重 這句呢是 融通標 就是融通的標示 是 促下 畜生其人 以下呢是 別檢 個別來 減別 的話有四句 那四句呢 第一句就是 減別 是不一樣的 類別 叫做異類 但是 理加非人 那 理上呢 異理上應該再加上非人的鬼神 畜生其人有沒有講鬼神啊 沒有 所以理論上應該再加一個非人 這樣懂嗎 是 靈之律師的意 解釋 再來 次於 畜 畜 畜生的畜 次於 畜 去 去 就是畜生道的意思 其次對於畜生道來講 把非人加在畜生的 後面的意思 所以叫次於畜生道 不是其次 他這個非人是加在畜生的後面 就是畜生 非人跟人 應該是這個意思 靈之律師的解釋 這樣懂嗎 在第二點 人中 減道俗 第二句裡面指的人道當中 然後 減別是 就是道仲跟俗仲 在家跟出家的差別 那第三句呢 就是道仲裡面 或是俗人當中 各自再來減別 當然還是分成兩種 假如對的 持戒的 跟破戒當然不一樣 是不是 在家有持戒跟破戒的罪不一樣 出家的 也有持戒跟破戒 這個受報也不一樣 是不是 這樣子的 減別 在家 更減 無戒 有戒 就是減別出來 也是可以 減別出來 沒有受戒跟有受戒 比如說我們在家人 譬如說我們在家人是只有 龜一戒有沒有 三龜一也算戒嘛 是不是 嚴格來講 是不是 那你說五戒的 那狀況就不一樣了 那普通的這個 龜一的 在家人 跟有受 五戒 或是菩薩戒的 在家人 那所受的果報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 還有呢 也有分男女 所謂的 男士女子 就是 慈戒當中呢 也有分為 男生跟女生 優婆舍跟優婆儀 是不是 受五戒 或是受八冠栽 這樣子的差別 是不是 就是 後面會列一個表 在 116頁一直到 118頁 這三頁有列表 你對照一下 假如 講到部分有一點 邏輯有一點亂的話就看一下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們這個表就不要細講 就直接講文就好 我們時間不夠 簡單來說 有沒有看到那個116頁 我們現在在講營界的地方有沒有 所以約的治罪 治教罪來講 都是犯重罪 但是約的業道罪來講 就有優劣的差異 這樣懂嗎 那個有講到小字有沒有 最上面的說明 約治罪嚴 還有約業道嚴 有沒有 就要講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一個區別 你對照一下這個表 然後 出家先減五重 出家當中當然先減別 出家五重 撒咪撒咪尼 撒摩那 比丘尼比丘 是不是 大聲當然是對著 男女 女 那女重的大聲就是 比丘跟比丘尼 將來行淫最當是 最重的 那五重各有磁破 這個五重在 分別來講 也是還可以分為 有磁戒不磁戒有沒有 116頁下面對底下有沒有 是不是磁戒破戒磁戒破戒一直寫下去有沒有 還有無戒有沒有 這樣子的區別 無戒就不要分了 有沒有磁 有沒有磁 有戒才有分 八戒五戒 的磁跟破 是不是 這個表有了戒 裡面再回過來看到文 或者你不要看文也可以 直接看這個表 我來講 第四句呢 就磁戒當中有 有剪別出凡夫跟聖人 薄地凡夫 就是講到這個磁中 簡凡聖有沒有 最後一字 最後一列是不是叫薄地 是不是 你就看這個表也可以 不要看前面那一頁的文字 這樣就頭腦比較清楚一點 薄地凡夫 再來是外凡位 再來是內凡位 再高一點就是出國 再高上去就是四國無學位 是不是 漸漸就比較重 是不是 前重後輕 是不是 那個表格就是前重後輕 這樣懂啊 所以叫做凌辱極重 你對阿羅漢來這個 凌辱七五的話 罪業就很重了 是不是 指示 墨具總事 最後一句就是 融通的來 融不是融通 就是 總事就是融種來指示 同重 但是暴義 都一樣是重罪 但是果暴 業暴罪就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重罪相同 治教罪是相同 但是 這個 業暴罪不一樣 就是暴義 但是銀戒來講 就不減別境戒 多犯重 因為銀 來講 這個是 我們累劫以來的一種習性 所以佛也知道我們的狀況 就跟這個 飛蛾蒲婆一樣 我們要 往生的時候 投到父母親的懷抱 就是有一種 經典上講的 在地球場這邊繞來繞去看看哪有亮點 在行銀的話會發出一種光或是熱 我們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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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的時候那個什麼 叫什麼銀 中銀聲是不是 他就在那邊找 看到有亮點 你就準備去投胎 是不是 你就可以知道方向 有亮點 有亮點 這是很 很自然的 然後你看到父親是 他的背面 這是講的比較委婉一點的 其實這是父母親在行銀的時候 我們會出生 對不對 所以這種境界是 你投身之後已經看到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銀界是很重的 就像飛蛾鋪火一樣 但是我們往生也要這樣 也要像飛蛾 中銀聲就像飛蛾一樣去鋪這個 這個火一樣 才有那個信號出來 你才能往生 但是那個有 定力夠的 那個聖人 賢人 他才會分辨說 這個亮亮的是 畜生還是人道 所以我也說要需要什麼 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鬼差有沒有 帶你去投胎有沒有 你規定說 你可以在這裡 我不知道啊 鬼差他知道的時候 你應該到哪裡 他會帶你到哪裡 兩位投胎 是不是 那鬼差因為他還有一點神通 他知道這個是人在做愛 還是促神在做愛 他知道 他會依照生子部去看 聽說 聽說啦 這也不是說 聽說這個 以鬼差的思想來講 但是以佛經來講是說 業力啦 你的定力夠的話知道說哪裡是 可以投胎的 有時候會投胎啊 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 因緣很奇怪 很複雜 投胎的時候也很複雜 根本就是 準備要投胎了是不是 可是呢 差那麼一點點 比如說有一個 聽說有個 我還沒去查證 我替流師講的 就是有一個 有個那個 出家人他往生了 他要去投胎 然後呢 他就 看到呢 那個 那個住持啊 不是普通住持 有神通的住持 他看到有一個 出家人要投胎了 很緊張 很緊急在那邊找了半天 看他的臉好像很緊張的樣子 怎麼沒有投胎 奇怪怎麼這麼久 然後呢就趕快說 剛好呢 旁邊有個信徒 小女生 已經 已經有月經的那種女生了 可以 可以這個 行淫而生子的 他就趕快說 就準備跟他行儀 讓他來投胎 這個就 有點犯戒的樣子 但是就有這樣的敘述了 這種情境的敘述 然後呢 那女生就 抗拒 那女生就 那女生就 就跑掉了 然後跑回家跟他媽媽說 剛剛那個住持這個 六根不敬 說要說要來跟我行淫 然後他抗拒就算了 放掉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他媽媽就來跟住持這個 這邊 生辯了 說昨天怎麼回事啊 你對女兒做什麼啊 我女兒這樣講 他說 抱歉 對我是真的看到 有一個 出家人 然後準備要往生 但是 他沒辦法 沒有姻緣可以往生 他很緊張 我要讓他來 來 來 身為人 他因為他夜報就做上神 對 可是 他就找不到了 他跑到旁邊的 馬腹還是牛腹 還是豬的肚子聚了 好像是牛的樣子 我忘記那個詳細是怎麼講的 提督師這樣敘述的 那個故事 也是跟靈智律師講的 未知 出處在哪裡 這樣敘述的 我還沒去查證 這也是我的叔父 講這個例子不太好了 提督師他是有看過這個故事 就我們投胎會有這種 境界 淫界是很 這個很 就像飛蛾撲火這樣子比喻 這樣懂嗎 主要是這樣子 淫界很嚴 沒有什麼 不受熱的 一定有啦 不可能啦 那怎麼判定 就不要講太多 我們時間不多了 歷史上 或是說不要說 現在那個怎麼判定 這個到底有沒有受熱 這個也就太 難以 不平等 有這種性別的議題會出現 被強暴還有 熱壽 當然他很 很強烈的 當然會不舒服 但是你強暴以後 假如是他用很溫柔的來呢 他是強姦喔 但是他很溫柔的來強 你不要跑 我房子都關好了 你跑不掉了 我輕輕的跟你做愛 你還是會舒服的啊 是不是 也是強姦啊 是不是 所以說也有可能 也是 會有這種 勒受 不好判別 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 總之呢 銀戒是很嚴重的 所以沒有減別境界 沒有減別 一入毛頭戌 就一定有受熱 一定會判到 治教的重罪 當然 未來夜暴 也還是有差異不同 夜到罪差異不同 夜跟 夜有U跟略的差別 所以所受的果報也不同 這個 這個已經重複再講了 後三治 報 巨益可知 後面的 三種戒 殺 除了銀戒以外的 殺到銀 他的治教罪 受報 他治教罪跟 化教的 受報的夜到罪 有差異 判別的差異 可以了知 這樣聽得懂嗎 就巨益可知 相同或是不相同 可以了知 趕快我們時間不夠 世操 虛雲 又在講到 偷盜罪 另外除了銀戒以外的 道戒來講 有犯青放縱的情況 天及人 就講到山去 撿去 撿絕天跟人 當然還要是 應該再加一個畜生 對於人來行偷盜 的話 當然 當然 也有 也有罪業的不同 三寶就有差異啦 三寶呢 偷三寶的 偷盜 一樣是偷盜 但是 偷生物 最重 是不是 偷法物 跟偷佛物 就比較輕 是不是 再來 字跡怎麼解釋這一段呢 二道 這個 道戒當中 境界分為三去 第一句 就減別三去的眾生 要加上畜生 這個都講過啦 就不再提啦 第二點 第二句 人當中 又減別 凡夫跟聖人的一個差別 那第三句呢 就減別這個 三寶物啦 就是偷盜 佛物最輕啦 其次是法物 生物最重 所以叫生重 你懂嗎 不是重的重 是嚴重的重 再來 形式超又講到 殺戒的部分 道戒講過 再講到第三條戒 殺戒 在誠實論裡面就引這個 六族 彼壇論 當中就說啦 講到呢 殺死邪賤的人 就是不信因果的人 業道罪呢 竟然會輕於殺 蟲蟻 昆蟲蟻 比較輕 這是他的 出處 所以 因為 邪賤的人 他不信因果 他對世間的污染 比較嚴重 螞蟻只是說 你問他 糟糕了 螞蟻爬過 蟲啊 有細菌是不是 吃都會拉肚子 是不是 蒼蠅車 遮過的西瓜不能吃 是不是 類似這個意思啦 當然會污染啦 是不是 但是 但是邪賤的人污染更嚴重 就這個意思 他是多方面 會減損 我們的眾生友情 所以比較重 字跡呢 在解釋第三個殺戒當中呢 再引出這個誠實論 這個 那個 夜論 有一本 有一本書叫 《成夜論》是不是 那個夜論可能不是這個意思啦 不是講這個夜論 這個夜論是字 只是單純的是 根據 夜道罪來討論 而不是講 依著 《成夜論》那本書來 那本論來講 可能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還要再查 大家注意一下 這兩種解釋 不約至教 不是約著至教罪來說的 所以 因著後面這個 至教 來講 所以這個夜論 不是《成夜論》的夜論 而是夜道罪來討論 這樣懂嗎 前後文對照一下 你就知道 不可能是《成夜論》 稍微注意一下 《准逸》就准著《逸禮》上來說 《合約》就是 也合理地來約著三去 就是人畜生非人 當中 這三去 另外這個人當中 當然還有 倒數惡眾 是不是 還有辭戒跟破戒 是不是 會叫做悔戒 是不是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洪一道士那個表格是寫破戒 這也是講悔戒 意思一樣 就是辭戒或是悔戒 還有凡人跟聖人 這樣區別 這樣減別 這樣懂嗎 這個宣主 認為大家都應該懂了 所以抄文就 不把它列出來了 這樣懂嗎 這是 林智律師的一個 解釋 繼續看到 宣主 在《刑事抄》又講到第四條戒 妄戒 就是妄語戒 講道呢 我們向著在家人 來說妄語 業道罪就比較重 向出家人說妄語 業道罪就比較輕 為什麼 因為出家人比較知道 戒律 道理 在家人有時候比較 初學 比較不懂 當然也有 在家人很懂的也有 看了比較多 所以受騙的比例來講 在家人比較會 會受騙 出家人不會受騙 所以 業道罪來講 就 容易受騙就比較重 就這個意思 懂嗎 然後 然後知識就又解釋到 這個第四條戒 大妄語當中 山區的眾生來打妄語 也跟這個道界的判定是一樣的 對人比較重 對天比較輕 對畜生是最輕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跟狗說 你是王八蛋 他聽不懂 你在說什麼 他只會看你的眉毛 你是不是在 有 在有 嫌棄他 與否 是不是 看眉毛 他不懂你的話 不可能 所以畜生是最輕的 打妄語是最輕的 人者反之 對人道的眾生 打妄語就 就不一樣了 所以那個 道跟這個道 偷這個道 另外這個 偷 出家人的 業道罪就比較重 跟這個 判法是一樣的 這個打妄語跟偷道 的判法是 境界是 一樣的判法 這樣懂嗎 如文所顯 就如同 抄文裡面 所顯示的 一樣 又出家中 五重 另外對出家中 有五重 裡面 乃至於聖人 找不到文字沒關係 就看這個 117頁 的那個表格 去看 當然聖人是 這時候已經講到哪裡 講到118了是不是 減凡聖 望語界裡面有 跟沙界一樣的對象 來 減別 找到沒 減凡聖 就像伯地凡夫在前面 無學人 就是 阿羅漢以上的無學 事國的無學人 無學人 就比較重 跟道界是 一樣的 不同於 銀界 銀界是 相反 是不是 那道界跟 妄語界呢 就反過來了 是不是 中卿有反 對 剛好就顛倒了 判法不一樣 漸漸的犯清 應該是可以理解 我們表格上畫出來就是 前面比較重 後面比較輕 是不是 要這樣記得 若如 假如如同在五分率講到 四個生當中 對凡夫來打妄語的業道罪 當然是超過於 100個羅漢 前面來打妄語 的重 比較重 就是五分率也沒有講這個事情 打妄語當然也是一樣啊 這個 因為 凡夫比較不懂 所以你打妄語 就比較重 聖人 羅漢 他知道你 他知道你是什麼 你以下被卡小 誇起銀丑丑 當然不是這樣講 他也不能說卡小 假如你是聖人 他當然知道 是不是 當然聖人也不會打妄語了 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 凡夫比較清 凡夫 境界是比較 清 但是 業道罪比較重 他比較容易受騙 這個道理 懂嗎 有這樣的比喻 有這樣子的敘述 有這樣子的敘述 所以知道呢 狂生極重 我們狂騙 生人的罪 是比較重的 約著 迷惑來講 是 狂騙的 有些人的罪 是比較重 是比較重 中過於 羅漢前面 在羅漢前面 羅漢前面 狂騙 深 中的罪 中於 羅漢前面 來說 這樣懂嗎 羅漢當然知道我們什麼樣的動作 一樣是聖人 他還沒震國 他也看不出來我們怎麼樣 講這個大妄語 他也沒辦法判定 是不是 所以就 比較重 是這個意思 這樣懂嗎 還來了幾文化 會講完 我們看到 118頁 這個表格 就已經 講完了 最後一句 知識記又說到 看到大致的部分 找到沒 喪勢 但 出 靜止 優劣 這裏面 喪勢 淡初 就是上面四種 根本仲介 只有列出 什麼東西呀 境界的優跟月 那希呢 隨著 會隨著我們的境界 的緣故 所以他的 清跟重 我們就可以 很容易了知 若是約著 心靜 互相來討論 這心靜沒有講出來 若約互論 哪個東西互論呢 哪個東西互論呢 就是心跟靜 這樣懂嗎 加上這兩個字 才不會 才看得懂 心靜 彼此來討論的話 就如同前面的那一句 整個業道罪跟自教罪呢 就 前面的這個作句來講 所作的這個句子 就可以完全了知 就是在一百一十四頁 那幾句 那個一百一十四頁到一百一十五頁有沒有 這講的是這個 若約互論就指的是 這 最前面 的四抄 一百一十四頁 一百一十四頁 倒數第一行 倒數第一行 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或心靜俱眾 找到沒 就跟這裏面 人作人想殺 或靜重心輕 這樣不是做了很多句嗎 是不是 跟這個靜 主要講那麼多 就是主要的這個大綱 就是在最前面的這個 一百一十四頁到一百一十五頁 這一個 幾個句子 的一個道理 一看就知道 就可以完全了知 這樣懂嗎 我們講了那麼多 在把心跟靜 互相來討論的時候 你再回憶一下前面這一句 就可以懂了 再來 母論講道呢 有錢做聚 無錢做聚 無不同小 就是 這個意思 我們時間關係就這樣子交代過去 下個禮拜我們來看到 第三節 擔心 便犯 就是單單的來約著 我們害人的心 的一個輕重 的一個輕重等等 來辨別 這個 犯 業道罪的一個 經跟重 好 好 向下文長 富裕來日 我們回憶一下 請合掌 眾生無邊 誓願度 煩惱無盡 事願度 煩惱無盡 事願斷 煩惱無盡 事願斷 法門無量 事願學 法門無量 事願學 佛道無上 事願成 佛道無上 事願成 要辦 7月 眺 福音 福音 大 福音 音樂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